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那么发明454这家伙后来搞了iTorrent之后 实现了不用光来测序 后面我们会介绍很多的其他的测序以及方法 但我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测序 我们只讲主要的 但是这次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还是唯一的一种实用化的 能够不用光来测序的家伙 不用光的话他就可以做的比较快 因为他不用拍照片 他直接的电信号就读出来了 后面接上电脑去处理 然后他也可以做成不同大小的芯片 那么这个 看看 都不光了 这些东西 都不光了 就像是一样的 那些东西 在那些东西 都不光了 有点 有点 在那些东西 我都不光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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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些是芯片的一个真实的照片 大概 大概就这么大 就这么点大 那么它的芯片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 对不对 反正就是 微空板嘛 N版做大一点 做多眼孔 我也可以测多一 然后呢 它这个测序仪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那个IonTorrent的PGM 是这种测序仪 就是一个台式的 大概就这么大 那么一个测序仪 上面有314 316 318 三种不同大小的一个芯片 最大的是 那个11兆密子 上面有1100兆密子 但事实上 你抓一把珠子往里面丢的时候 孔越多的话 其实你越难丢 丢得清楚 对吧 就很多孔 你丢不进去 所以大概的 它的loading大概做了60% 到70%都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呢 这个 康姆公司又做了这个IonTorrent的Proton 这个色皮 那就是 反正差不多一个桌子这么大了 是Proton1 和Proton2 这个芯片 Proton1 这个你看 就是REES数学上完了 165兆 REES Proton2 是660$ 但是事实上 Proton Proton设计 从这个 2011年开始宣布 2012年头正式进入市场 那个时候 就宣称了Proton2 这样一个芯片 但是Proton2直到今天 还没有出来 一直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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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一直到现在为止 它根本就已经没有信息再宣传了 所以说这个测序仪呢 目前来讲 它的通量也就只顾于 Proton1的芯片 165兆REES 这还是极限 一般来讲 不可能把它全弄上 然后 由于测序 这种测序仪比较快 对吧 它不依赖光 所以它可以做得很快 最短的时候 是可以 40分钟 完成一次测序 但是这个时候 读长会比较短的 如果说把它放长一点时间 它可以读得更长一些 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 而作为对比 454来讲 需要一天的时间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测序仪 它是很快速的 快速的意思是什么 它可以走向灵魂 对吧 像你病的灵魂快不行了 这个时候 我告诉你 测序 你等上一个月吧 是吧 这个是 就很扯了 当然 如果说你的病情比较缓慢 可以等上一个月那无所谓 可是 通常来讲 当你病的已经不行了的时候 你希望 最好是当天就能出结果 所以说 在一些急症案例里面的话 还真的就是动用 像Horton这种 快速的水平 在大家看我开的演讲 里面提到了一个 就是西安的一个病人 他就是 当时已经病情比较危急了 所以是从西安采了血之后 空运过来 然后半夜2点钟 再派人在机场手来 取了样子后 立刻 马不停息地做 然后18个小时之后 就是用这个 I-Horton Proton这台测序仪 给它测出了 它的血清里面的病毒 DNA的血液 如果是拿Illumina的测序仪的话 是根本做不到的 Illumina的机器 上去之后 差不多一个星期 就下完 这样的 那么 虽然 I-Horton 这个技术 只顾于 165MHz 但是呢 它的机器 这个 这个 总是在有更新 我们说科技 以换壳为本 是吧 手机经常换壳 相机经常换壳 那么 测序赢了 也喜欢换壳 于是它换了 Proton换了壳 把内部结构稍微优化了一下 之后呢 就是这一台 Ion S5 就是目前它的最新的型号 大概两名前推出来的 现在都是这个S5 那么 这个S5有多大呢 这是一个现场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见 这就是 多边的这台 就是Ion S5 然后左边的这个 这个是它的附属设备 就是一个 就是挂珠子的那个东西 就把那个弹色飞弄到桌子上去 就一个机器 就一个机器 那么这一套设备呢 我们已经买了 然后呢 应该年底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我们实验室看到 这一套东西 那现在已经那个箱子都在楼下了 所以如果说以后大家要有疾病的话 18个小时出来 结果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你像我们 我们那个 我们实验室 如果 家人病了 我们都是自己 自己上手做实验 然后自己上手测去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讲一讲 这个市场 目前的市场的巨头 也就是说占有市场 风格 其实以上有关键公司 Illumina 其实Illumina 测取仪 最开始并不是Illumina公司发明的 而是一家英国的公司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讲的几种东西 都是英国 就开始发明的 454是英国 首先是英国发明的 然后这个人 把454卖给罗氏之后 就出来创立一个公司 Illumina公司 然后把这个 后来把这个公司 卖给Live Technologies 然后Live Technologies 后来被Shermo收购 所以现在是Shermo的搜寻 这人两次创立 都非常成功 然后呢 这个 Illumina 最开始 它并不是Illumina公司发明的 而是一个英国的小公司 又是一个创业公司 叫做Selexa 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在文章上面说 Selexa C-C 这是它的二元地 Selexa这个公司 在05年的时候 就是几乎在454的同时期 开始研发 当时454 05年的时候 454已经相当成熟了 可是Selexa这个公司 才刚刚起步 但是它的这个原理 跟454不一样 454是微轰板 微轰板就有个问题 你需要加工它 对不对 物理加工 这还不是像做芯片一样 可以用方克的方式去做 所以加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而且容易加工费吧 对不对 费几个孔 那么Selexa公司 小公司 开始上起这种大型的 这种石刻的设备 所以想不得 我干脆弄个光板 我不行吗 弄个光板 在这个板上 种了很多的这个 种很多的这个 这个荧物 然后呢 把这个代测 代测序列 两端接上接头之后 就在这个片子上面 粘到这个片子上面去 粘到片子上面去之后 两端都可以粘到这个片子上去 你看 两端都可以粘到这个片子上去 然后就比PCI 对不对 PCI 于是 沾上去一个分子 经过洛杆轮的PCI之后 就成了一个一个 cluster 每一个处 都是相同的代色区域 对不对 就在一个板上面 我没有办法给它做到物理区域 但是只要说这个光点够稀疏 我还是可以区分的 它用这种方式 来去走 那么它的读取方式 也不一样 它并不是四种剪辑 一种一种往里面化解加了 这个时候它用了一个什么呢 它用了一个四色荧光的方式 四色荧光的方式 我把ATGC四种剪辑 带上不同的 这个荧光集团 不同颜色的荧光集团 于是我就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四种一起往里面扔 对不对 这个想法是哪来的 是从依赖社区里面 对吧 Determinator Sequencing 那个风图 对不对 风图是怎么来的 不就是液管里面 丢了四种眼镜 四种眼镜 标上不同的颜色 就行了 它就想 那我标四种颜色 那我每次 医学往里面夹要想 因为 当时它的技术不够弯嘛 没办法做到那么好的 微流缝 一种一种往里面想 还得给它洗干净 比较难是不是 这是小公司嘛 技术实力没那么强 大家就想啊 技术实力没那么强的时候 你不一定做不成事了 通过好好地使用 现有的技术 发挥你的一些想象力 你还是可以做到很合逼的事 对吧 其实这种事 在科技史上屡见不见 发挥你的长处 避免你的短处 你可以制造出这个 震惊世界的落筑 就好像那个 原来这个 七十年代的时候 苏联做了一个米格25战斗机 能够飞到3.2倍英尺 导弹都追不上去 然后这个 去侦查什么的 如入无人之境 然后美国就想到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外星科技啊 当时美国的F15战斗机 什么的 都已经用上了很顶限的 什么什么 泰核心啊什么的 那些东西都上了 苏联的演技技术 应该没那么强吧 它怎么能够解决这个 一个高热的问题 后来 别连科驾驶一下米格25叛逃 美国人无货之宝 赶紧去把它拆了 结果发现什么呢 人家苏联是用的 用的不锈钢 做的飞机机体 你说那得多重啊 是不是 但是还没事 苏联人说 我把这个 我把那个飞机的发动机架大 有很强的推力 你飞机重就重吧 我当然能飞啊 是不是 还能飞得那么 那么那么快啊 而且 米格25战斗机的这个雷达 还是 还是用了电子管 但是它的功率 大得到什么程度 如果在地面开机的话 600米外的一只兔子 可以瞬间被靠出 所以说它的那个雷达的功率 几乎是和现在预警机一个级别 那很牛逼的 那就是利用 这个例子也是 利用 看起来你没有什么高技术 但是 合理的使用 扬长 地短 你就可以做出 非常努力的事 所以说 这些东西都是当时 Solex 这个小公司 没钱 没技术 但是就有 绝顶聪明的人 所弄出来的 一些方式 结果呢 发生到现在 成为 最主流的测试方式 好 四种不同颜色的 荧光剪辑 全部往里面丢 那么这个有个问题了 如果按照 Pyro-Sequencing那套 要是有连续两个相同的剪辑 是不是就会有 某一种荧光 就特别亮一些呢 对不对 这就导致 一些问题了 那你光检测器 当时他们也买不起好的相机 检测不了 一倍荧光 和两倍荧光 那怎么办呢 哎 他们也想个办法 我要强制它一次 只能合成一个剪辟进去 行吧 哎 这怎么没问题了 怎么要强制 我们都知道 这个DNA链的延伸 是从三撇端 往三撇端延伸的 如果我把这个每个核干酸的三撇端 给用一个机团封闭起来 它是不是就无法继续往下继续合成了 于是用这种方法 我可以强制它 只能往下合成一个剪辑 然后等我拍照片拍完了之后 我那个封闭机团我设计成一个可逆的 比如说我加一个设计下去 我会把那个封闭机团给去掉 给切掉 再恢复出它的三撇端延 这样的话 它不就可以准备好下一次发生了吧 对不对 好 就用这一招 Illumina 或者Selexa 这个公司 它成功实现了 非常好的一种同步化 虽然这个同步化 也坚持不了太久 最开始的时候 Selexa的测试 只能赌25个解析 而当时 454 已经可以一次赌上600 1000个解析 25个解析 你怎么用啊 所以当时这个 这个 这个 技术 并不被人看好 结果这个时候 Selexa 因为技术不被看好 而且那个时候 又有一个市场巨头 454在那里 背靠了螺绿 似乎 这个市场上又要上演 那个Pyro Sequencing 被那个 AB公司的这个 毛细管电源移给 急死的 这个历史 了 结果这个时候 碰上了一个 千山南南的机会 那就是一路 一路面的这个公司 要破产了啊 要破产了的时候 大家知道该怎么做吗 老老实实的等着破产了 请个律师进去破产清算 还是要活一下吧 对不对 活一下怎么样呢 我们 要引入新的投资嘛 对不对 要不会有投资人呢 哎你给我投一笔钱嘛 投一大笔钱嘛 这样我就横过来了嘛 对不对 我就不至于破产了嘛 这投资人得惊一下活着 你怎么又说过他 怎么去忽悠 哎 投资人很惊的 你不要以为你很容易能忽悠好他 你自己去谈几个投资人你就知道了 或者你们家里是做投资的 你们可以问问你们家里的 那一定要编个故事 对不对 要画个看 要画得特别好 然后 有人会想说 哎 你看啊 投资人 你看 我现在如果把这个所来的小公司 你看那个公司也快不行了 所以收购它是很便宜的 所以你不用投太多钱 但是这种测序技术 以后可以 哎 就开始编了 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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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顾得不佩服人家的口才好啊 所以说 语文课是很重要的 知道不 要是你们语文老师死得早的话 或者说游戏同词的人 如果他的语文老师死得早的话 估计就挂了 是吧 他就挂了 好 然后凭着他的三寸不乱吱舌 成功地说回了投资人 说这个东西 相信了这个赌场仅有25个剪辑的 这种破测语仪 会在将来大方溢彩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 这个确实是个事实的 于是呢 你语文老师的公司度过了难关 然后呢 现在成为千亿美元的市值的大量的一家公司 好 那么 每一次只合成一个剪辑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一帧照片的一个剪辑 很小的一个剪辑 我们看到这个片子上面就有很多光点 不同颜色的光点 对于这个光点 每个光点 持续追踪这个光点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拼出这个区别了 那么 目前呢 这个公司的主流的产品呢 是 就是hysic 3000 当然还有mysic nextsic 和hysic 几个不同级别的 这个测语仪 那么 这是一个大型的测语仪了 那么 它一次反应呢 可以生成3.4gb 就是34亿个read 比如说它一个片子上面 可以放34亿个点上面去 那么 可以做到双端150剪辑的测语 那么它的运行时间是2到7天 大型测语仪移动的测语仪呢 它就比较缓慢 每个循环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 如果说一台不够 咱们来个套装 现在 他们在卖套装10台 打包卖了 打包卖了 打包卖了的话呢 持续可以便宜几倍 于是呢 现在国内已经 已经装机了 大概有12套 HIC X10 每一套呢 是10台HIC 4000 像这样的 一个状况 还有更多的 在 还在接下购买 那么最新的 他们的这个 机器导师 Novaseek 6000 这个鞋 那么 目前 Novaseek 6000 只是能够做到 比 HIC 4000 稍微高一点 但是它的拓展性 据说是很好的 咱们试试看 它的 目前S2芯片 一般 但是 看看它 画得比S4芯片 什么时候能出来 就不要像 Ion Corent P2芯片 这样子 一直跳跳就好了 好 这是 目前来讲的话 是 两大比较主流的 测试仪 四五四景特殊市场 在14年的时候 彻底特殊市场 然后呢 现在是Ion Corent 这个测试仪 然后还有Lumina 测试仪 所以我们来 如果说比较一下 它们的性能的话 我们都发现 它们的数据产量 还是都比较惊人的 Ion Corent 它的大型测试仪 一次可以测试 一台的话 一次可以测试 大概 16个人的全基因组 16到20个人的全基因组 那么Ion Corent 如果 在一天之内 差不多一个模测完 五个人进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说一下 Nexi还有其他的 几种二代测试的 东西我们就在一起过 略过不济 因为 基本上都已经退出池塘 那我们来看看 三代测试 既然有了二代测试 我们就会有三代测试 三代测试呢 是怎么干的 一二三代测试 怎么样去区分 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现在还有人在炒作炒概念 什么二零五代测试 四代测试等等 这样的一些概念 事实上都是不大 都是为了忽悠投资人 尤其是什么 忽悠那些不在这个行动的投资人 忽悠一些散户 现在有 现在 可能家里 都有几千万 上亿的这种资金 他们想群求投资的渠道 那现在房地产也不好投啊 那投什么呢 投一些新的科技 可能这个如果投对了 他会赚很多 所以现在很多个人投资者 开始去 借助科技行业 所以各位呢 我们不是 在第一节课上说了 你们中间的 一半多 会后面去做销售嘛 然后 你们中间的可能 会有10%左右的 会去做跟投资有关的事情 那像我的 我的同学 我的师弟 都有 在投行做的 那也很辛苦 不要以为 不要只看着人家赚钱多 人家也很辛苦 为什么 他们的成功 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 所有投资 投资都是这样的 你的成功 投资者的成功 并不取决于投资的自己 好 那话说回来 如果说你们 现在不好好学习的话 以后 有机会去做投资 然后我们去 对这个技术把握不好 投资失败 这个你们知道了 结果会是怎么样 好 那么一二三代 测序 我们为了不被 以后的那些创业者忽悠 要搞清楚 一二三代测序 究竟是怎么样化分的 一代测序 是传统低通量的测序手段 主要就是这个 毛巾管测序和低通量的 这个Pyra-Sink-Sink 二代测序就是我们刚才 所看到的这些 这样的一些技术 它的共同的特征是什么 需要做PCR 需要做PCR 扩增 把它的信号放大 对吧 把同一个代测序列 复制上很多份 然后增强信号 三代测序的最典型特征 是单分子测序 也就是不需要或者直接进行测序 它读取的信息是单分子 信息 那么第一个真正的单分子测序技术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flow cell 当然这个就 放得比较大 实际的那个flow cell 大概就这么大 大概就这么大 那 那 这样一个flow cell 表面 挂了很多的影物 于什么 于这个代测序列 然后带行了它加上一个尾巴 加上一个尾巴 加个单端的尾巴就够了 通常来说是poly-A 然后呢 底下固定 这片子上固定的 也是poly-T 这样可以粘上,粘上之后就开始测试,马上测试,直接就开始测试。 那我们想想它Illumina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做巧识PCR,对不对? 那巧识PCR会有问题的,刚才的特性就是有同学来问的,会有那样的问题。 单分子测试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方便性,但是有很多挑战。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此弱的单分子的信号你怎么给它读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不能再用四色荧光的方案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四色荧光的方案,你需要去区分它的颜色。 而这个时候很可能你捕捉的就只有一个光子。 单光子的检测并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这个光子你还要区分它的波长的话就很麻烦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还怎么测试准原理,对不对? 在量子世界,如果你对它进行为测试,这个量子就已经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只能采用单波长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单色的荧光。 单色的荧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就必须四周年轮换了加。 但这个时候,循环数在乘以四。 循环数乘以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到,这个带色分子和基板之间并不是共架连接的,对不对? 它是靠着这个接头和下定式Oligo之间,这个非共架的这个结合沾上去的。 你在不停地冲的时候,反复冲洗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可能把它冲下来,对不对? 冲下来说,对于一路贵的色序仪来说,并不是什么事。 因为我同样一个带色分子,我复制了很多份,冲掉了仪两个无所谓,对不对? 我顶多我灵光心要热一点。 但是在单分子的情况之下,就有很大的问题。 冲掉了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色序仪啊,它独长特别短,也是只有二十。 二十,最开始二十,后来改进到了三十。 那么这是它的真实的照片中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有办法把这个单光子的这个检测做出来。 于是这个是这个Helikos的这个测诠。 在08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是非常惊艳的。 因为08年的时候,Illumina的,才一次能够做到几百兆个,大概是两百兆REIT一个片子。 但是它的这个Helikos这个测诠,一开始就可以大于1GREIT,大于11个REIT。 非常惊艳。 但是呢,这个公司,这个测诠有个最大的问题。 用单分字吧,就很容易出错。 它的错误率是4.5%。 而且是主要以INDAO的形式存在。 就会多测一位,或者少测一位。 那么这个,这样子的话,对当时的算法来讲,是一个非常难谈的。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INDAO的时候,你有错配无所谓,我可以, 逐位补队,这个很快,对不对? 但是如果上了,有了INDAO,你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需要Smith-Waterman,对不对? 去查和INDAO。 那大家都算过Smith-Waterman,对不对? 计算量很大的。 所以,09年,用这个测试仪,测定一个浇母的基因组的时候, 为了分析这个数据,就动用了超级计算机。 而这显然,这个计算代价是一般的人无法承受的。 然后在我们2011年的时候,Fantasy这个, 能够对INDAO有很好处理的这样的高性能算访出来的时候, 我曾经去联系过这个Helliskor这个公司。 因为当时那个公司已经不行了。 然后说,我们的算法可以支持12%的收入, 你4.5%根本不在话下。 我们下了他的数据,百分之几了,没有问题。 非常好。 然后没有受到回应。 过两月我回国,然后看到新闻,Helliskor公司破产。 但是Helliskor公司的很多想法,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激进的想法。 现在却被,他的一些专业现在却被一些公司给买回去了。 以另外的形式存在。 后来我们会找到。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公司叫PackBio, 他搞出来的一个单工测试,技术。 叫SparkCity. 这个技术呢,它是什么? 你看啊,之前我们讲过的所有的测试的技术都是, 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边合成边测试,对不对? 用个DNA就和煤往后跑,一边合成, 合成上的东西,然后就想办法把它转变成一个火能测量的方式, 读出这个信号来。 这都是固定DNA分子,然后那个煤在跑。 这帮家伙呢,想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说那我反过来想。 你看,逆向思维就这样啊, 反过来想,我能不能让煤固定, 我让DNA跑, 不也可以测吗? 对不对? 我读出来就行了。 这个就是这样啊, 他把这个, 这里面吸给微工板, 然后呢, 在这个底部固定一个煤, 带色的DNA就放到里面, 然后就伸进去, 然后这个煤就往前合成,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DNA往前推走, 走完一圈, 就测完了,对不对? 然后呢, 我检测, 我就专门只检测这个位置就行了。 然后呢, 至于插入什么剪辑, 我当然还是用我的这个, 呃, 还是用我的这个,呃, 呃, 四色荧光的这个方式, 把这些DNA比丢进去, 但是又有个问题了, 就有个问题了, 我这个熔液里面啊, 全是荧光, 对不对? 游离的那些DNA比上都是荧光, 全是那些荧光, 那这一位上面, 合成了什么东西, 我怎么知道啊? 我又不想像其他的村一一样, 加一遍还得洗, 加一遍还得洗, 我也难得洗, 就是要怎么办呢? 他们从微波炉上面得到了灵感, 因为大家知道, 微波炉, 你看, 微波炉是加热水的, 如果是微波炉是泄漏的话,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吧? 我们人里面也都是水, 都会把这个人体的水加热, 所以有微波武器的, 对不对? 微波武器的, 也可以杀人的。 那么, 微波炉为什么很安全? 我们站在那个前面, 都不会觉得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 它有屏蔽, 对不对? 电磁锅给屏蔽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微波炉那个门上面是, 都哄了一个金属板, 我们可以看见食物在里面加热, 加热的怎么样, 对吧? 加热差不多了, 就可以打开了, 拿出来吃, 它好像并不是完全封闭的,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看进去嘛, 那为什么这个微波还是不泄漏呢? 就是因为颜色的问题。 我们知道, 在高中物理里面, 我们都知道, 当波通过一个孔的时候, 如果空很大, 远大于波长, 这个时候, 波是什么? 直接就过去了, 对不对? 会形成阴影。 如果这个孔的直径和波长差不多,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颜色, 对吧? 会颜色, 一圈一圈的。 如果孔的直径比波长要小很多,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波就过不去了, 但是不是绝对过不去了, 在这个孔, 与这个孔的直径差不多在这个区域里面, 波是可以扣过去, 点一点的, 大家可以回去做个实验, 把鸵肉片削得很薄, 新鲜的鸵肉, 鸵肉片削得很薄, 你们不是有水吗? 贴到这个微波炉面板上去, 然后开微波炉, 过几分钟, 再把那个鸵肉片拿起来, 你看那鸵片是热的, 用这个实验可以证明, 在那个, 微波炉那个孔的直径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毫米左右的那个范围之内, 微波是过得来的, 是可以接着鸵肉的, 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这样子, 没想到吧, 高中部里还可以这么晚, 我这个实验室很早做过的, 当时我家里刚买一个, 微波炉弄的时候我还很小, 我就是挺稀奇, 为什么这个, 不是全屏蔽的状态之下, 居然这个微波炉还出不来, 所以我就想, 凑近了, 看看, 又不敢, 直接把手按下来, 于是笑了个口罩, 要是当时, 当时我还在, 那个时候是初中吧, 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你家里刚买我, 如果当时我已经上大学, 我已经在做这些东西了, 那估计, 这个词区就是我发明了, 好了, 那么这个原理既然很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通过纳米加工技术, 我加工一个孔, 加工一个孔, 这个孔的直径也就是跟聚合酶差不多大小, 然后就把聚合酶安在这个孔上面, 然后底下用一个激发光去激发塔, 这个光上不去, 对不对, 因为孔太小了嘛, 几十个大米, 这个光上不去, 上不去它只能照亮这个小部分, 正好覆盖的就是聚合酶所在的位置, 所以说, 这上面所有的游里的, 大量的游里的荧光, 继续通通照不到, 只能照到这个, 然后我已经记录这个地方的信息, 这荧光记录好了吗, 对不对, 多好, 多舒服, 所以这个Pacific Bioscience, 这个公司呢, 它推出了几代的这种, 单纹的程序, 它的特点呢, 是独长特别长, 在比较早的时候, 它这个RSQ这个机型呢, 看到这个机型很大了, 只能有9万个REIT, 因为它就是那个, 一个微服满加工, 那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事情, 因为做纳米加工都不太容易, 然后, 这个独长升级500个星期, 然后最新的, 推出了, 今年推出来的, 这个SQL, 这个机器, 终于做到了一个Million的REIT, 可以做到了5-30K的, 这个独长, 5-30K的独长, 所以这个测试区域, 它有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它独长特别长, 适合于什么, 跨越基因组中的高重复序列, 要是短REIT的话, 如果全身大级下, 大家想想全是A, 的一段, 或者是CA, CA,CA,CA, 这种微微性重复序列, 你知道它从哪儿来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对它来讲, 根本不是问题, 直接读过去, 它的问题在哪儿, 一个是通量的, 因为微工板, 这种纳米加工的东西, 都是不太容易做的, 然后呢, 就是, 错误率高达13%, 这在一般的, 说实话, 你想做那个精细的应用, 就不太好用了, 不太好用了, 不太好用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叫做, 纳米卡特序, 就是所谓的, 有些人把它, 忽悠成四代测区, 但是实际上, 这玩意儿, 也是三代测区的一个部分, 纳米孔测区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假设啊, 我这里有一个, 不导电的, 膜, 上下都是溶液, 中间有个纳米孔, 上下加个电压, 电流就会从这个, 纳米孔里面流下来, 对不对? 生物大分子, 通常来说是不导电, 所以说, 如果有生物, 生物的分子进来之后, 就会, 堵塞这个孔, 或者说, 减小这个孔, 对吧? 它是不导电的东西, 所以, 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电流, 电流就会减小, 你不同的东西出来之后, 它的电流形成的程度不一样, 根据不同的, 这个, 呃, 剪辑, 它的, 样子不一样, 就可以, 去, 分辨不同的剪辑, 那么, 可以看见, 电流, 玻璃D1电流, 玻璃D1电流, 玻璃D1电流是不一样的, 那么, 它的这个电流, 我们看它是什么样的量子呢? 是几十个皮安的量子, 皮是十的负十二指纹, 所以这个是, 一个很精密的一个电流东西, 那么, 用这种原理, 就是好几家公司都在做, 那么, 第一个, 呃, 拿出实际展示的, 是这个, 英国的Oxipore Nanopore Technologies, 以前, 以前我总是跟大家说, 这个, 大家可以看我, 网年的录像, 我就把这个, 测取仪称为PPT测取仪, 从08年开始忽悠, 一直到去年为止, 都没拿出一个实际来弄, 今年, 总算是走出了PPT, 这东西, 呃, 确实可以拿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吧, 但是, 没法用, 还是不能交给大家一个用, 但是, 这个玩意儿是特别小, 来一个单单, 这是Minion, 测取仪, 就这么大, 啊, 比一个手掌还小, 一个U盘这么大小, 然后呢, 把量子加上去, 然后就开始, 就开始测, 然后连上电脑就行, 这种东西特别小, 方便携带, 是它的优势, 但是, 劣势是什么, 大家看看它的性能参数, 就是, 因为它就有一个孔嘛, 对不对, 所以说, 理论上, 这东西啊, 我把它, 我把它, 归为一代手机, 一点不停没有, 因为它不是高通量的, 目前最好的, 他们公司有一个, 正列, 就把一百个这个东西, 一百个图盘插一起, 就好像那个, 大家看那个手机, 那个手机工作室似的, 就帮人刷那个, 刷票, 刷微信那个东西, 一样, 就一百个这玩意儿, 给它插一起, 你就一百个意思了, 这还是, 这连人家三八次工码都比不上, 所以说, 算是走出了PPT, 但是呢, 还是不实用, 那么, 所有的单分子测续艺术, 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 就是, 那种更是PPT测续艺, 咱们就不提了, 包括中国的, 中国的那个, 那个那个, 资取的木材文字, 也是没走出狱一的, 我不是说, 它的技术一定不行啊, 但是说, 呃, 至少现在不实用, 所有的单分子测续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 由于, 测续艺术实在太小, 信号的减出, 是一个巨大挑战,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原理, 因此, 它错误率始终下不了, 错误率下不来 就严重地制约它的应用 再还有一点 唯一一个真正的大型高通量的 Pelicose早就倒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三代社区 你的通量都上不去 通量上不去的意思 比如说很多事情做不了 它只能在一些非常非常局限的 这个领域里面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投资的话 要谨慎地看待三代社区 那么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一旦被中国人掌握了核心技术之后 就变成白菜价 那么中国有没有特别呢 中国有 在09年的时候 北京金组所和半导体所 联合研制了BG4测试率 当时它是山寨的 是454测试率 我说山寨并不可耻 为什么 你要能够做成山寨 你必须要彻底地了解 这台原产的这台仪器的原理 并且你自己的技术可能还达不到的情况之下 你需要想办法去达到那个性能 甚至要比它更好 所以说实际上能够成功山寨甚至比原研 它对技术的要求是更高的 所以说你能够成功山寨是你发展的第一步 我们看德国和日本都是靠山寨起家 现在也都能够自如同心 而且创新的非常好 我相信中国就是下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看看它山寨和454 090的信号比较所有的指标全面碾压 这样一看好了自己 还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为什么 这是国家项目 结了题 结他欢喜了 所以这就是政府项目的最大的问题 没有商业化的动力 然后在10年的时候 国家已经一千人 放在 放在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 叫做华银行科技 山寨的是Soli的系统 它是一个编 边连接边测去的这个东西 当然Soli的系统早就已经退出市场吧 那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测试机呢 所有的指标比Soli的当初的系统 大概是要落后很多的 落后一个数量值的 那不要紧吧 落后不要紧 你只要开始有了第一步 就可以往后发展 但是呢 这家伙 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就想 买一台这测试机 放我们实验室 反正我们的算法很厉害 可以弥补很多测试机的问题 所以 我就跟他联系 结果呢 打电话没人接 发邮就没人回 你还卖不卖 然后呢 紫星妖艳那个片局我就不说了 三代一路运的那个片局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要 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 这也是去年里面没有的东西 耽误大家几分钟 讲一下 原来是美国 Complete Genomics 简称CG这个公司 它的测试机 也就是现在的华大的测试机 被华大买过来 有一点点创新 它的这个测试机的这个 这个方法是什么 把这个DNA的 代色的DNA的弄成一个环 然后把这个环包裹到 包裹到这个 微纳米球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在一个板子上面 用表面星额的方式 把这个纳米球种上去 由于 你看啊 一路运的这个是光点 是随机上去的 对不对 所以说有可能两光点就离得特别近 特别近的话就无法区分了 对不对 那么用纳米球的方式 可以保证它们之间的间距是合适的 不会按得太近 所以它的密度可以达到非常高 达到非常高了之后 对于每个大米球 可以在里面进行测试 那么它原始的方式 是进行连接 那连接法有个最大的问题 你一个是慢 然后那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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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藏上不去 所以它原来的时候 只有三寸国险 被华大买过来之后 进行了一点创新 你看它的原来的这个 连接是这样的 这边有一个锚定的 引物 和这边匹配 然后呢 前面有一段 有一段的序列 这个是进行连接 进行连接 那么我看 既然有这边有个引户 对不对 沾上去了 那我这边弄个DNAG和美果 从这个上面 往这边进行合成 仿造于Lumina这种 赌场一上上去了 这种方式 起步更快 更好吗 所以 所以 CG当时 宣称的是 CPL Sinquency 后面这个L 是ligation 连接 华大给它创新了之后 就变成CPL S S是什么 C的DNAG 合成 就用这个方法 于是一下子 这个速度也上去了 赌场也上去了 现在 华大的 所推出的 BGIC 50 5倍和50 系统 一个大测试 一个小测试 它的 Rick Count 可以达到 大型测试 Rick Count 一次可以达到 1.3G 也就是说 跟Illumina 目前是一个量线 至少 速度其实是 能够拼的 然后它的 赌场是 2100 拼金时间是 1.7天 基本上 都可以跟Illumina 有个一拼了 要注意的是 我们 总是以为 华大 测试银是 华大基因的 但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子 目前来讲 这个 BGIC的测试银 是华大制造 这个公司的 它跟华大基因 它并不是 华大基因的子公司 是一个独立公司 所以说 华大基因 想用这个测试银 也必须从他们购买 所以这个 这台测试银 目前可以说 已经完全的 完成了 百分百的 国产化 的任务 可以说是一台 真正的 国产测试银 而且是一台 有竞争力的测试银 那么不久的将来 我们实验室 也会有一台 这个测试银 那么可能在下个月的时候 到我们实验室 去看的时候 大家可以参观到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